竟然和后不讲就是 打比赛他要赶一点 就是自信一点 我总在他面前夸杰克拉夫 你知道吗 动不动就是 这一波捷克来了就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就说 你知道我之前跟捷克打的时候 他会怎么说吗 就是会有一种 那种你在先人面前踢前任 老踢前任的好那种感觉 你怕我比他多两万 你比他多一百 打野一直在下 对吗他也一直在上 那小路越了呀 因为杰克拉夫本身就很强 大家都知道 我也希望就是他可以变得强 变得更强 就每次他上了 然后我不上 我就会有那个画面 就是他下来跟他说 接下来我就上了 然后我就会再想 到底要不要上 很犹豫 我觉得后部就是 是一个没有问题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他需要 提升的话 需要去做到别人 做不到的东西